阴神如果还是活人的话 一定要口干舌糟 如坐针毡了 他当初哪想得到 陈平安会如此心细如发 当时自己的视线一闪而逝 隐藏得不算浅 不过一想到这一路 陈平安的表现 阴神就又释然 大概这也是陈平安 能够服众的原因所在 哪怕林守一 如今已经寄身中武镜 成为真正的山上仙人 李宝平还是不会听他的 李怀也一样 至于阴神自己 恐怕一样不会例外 林守一在他眼中 终究还只是一个极其聪明 资质很好的少年晚辈而已 这种感觉很奇怪 好像倪平向少年身上 有一种能够让人感到 心安理得和天经地义的气质 少年说这件事不对 队伍里其他人会觉得 那就是不对 少年说这件事可行 那就可以做 但是更奇怪的地方 在于这少年从来没有刻意炫耀过 自己的任何长处 恰恰相反 他会跟称呼自己小师叔的小姑娘 虚心请教识字和读书 他甚至从来没有把李怀 当作不懂事的孩子 也愿意跟林守一待在一起聊天 听后者说外边天地的事情 阴神最后笑道 我先不回答这个问题 总之你不用担心 我不会害你 陈平安小跑向前 扭头笑道 如果我不相信前辈 这个问题就不会问了呀 阴神看着缓缓逝去的身影 叹了口气 跟着这帮孩子一起远游 心真累 其实那个心性糟糕的婢女诸禄 刻在山下王朝的一般门法 也算不容小觑的天才了 只可惜在这支队伍里 从头到尾 都被直接甩开了十万八千里 竟是方方面面 一个也比不过 再往南走 好像先是龙须溪和铁福江 之后又是绣花江 冲潭江 这水呀 要多过于山 可接下来一天半行程 像是水运都给用光了 竟是连条山间溪水都难找 其实水也有 但是都是一些 无法引用的死水坑子 更多还是病泱泱的柳树泱子 这不高也不冒还多歪些 一路上飞虫四起 让人总觉得浑身不舒服 李怀有些害怕 因为那个乌鸦嘴的木盲老道人 说了他们很快要经过一个 名叫三之山的鬼地方 有厉鬼 还有什么殷尸 当那厉鬼的小喽啰 一想到这个 李怀就郁闷 自己的彩辉木偶和泥人 个头都太小了 哪怕活过来 估计打架的本事还是够呛 何况那个白衣剑仙赠送的 五个泥捏小象 他怎么雾热都活不过来 该不会是骗子吧 心底不愿意给自己好东西 又放不下剑仙的架子 所以就故意画了张大饼给自己 黄昏中 陈平安停下来搭造烧饭 李怀熟门熟路的跑去 拾取了一大捧干枯树枝 然后蹲在一边 跟陈平安告状 陈平安 我觉得风雪苗未尽 没阿良好 陈平安没搭理他 李怀去自己的书箱 拎出彩辉木偶和一个小泥人 用木偶狠狠狠地欺负 那个持剑的小泥人 让后者摆出跪地求饶的姿势 嘴里边他还配合着喊 你鬼大人 饶命饶命 我未尽知都错了 陈平安哭笑不得 他只好解释 魏晋是个很好的人 李怀翻了个白眼 双手乱动 继续让彩辉木偶 蹂躏倪人 临手一坐在不远处的 一块石头上 正在翻看那幅搜山图 他抬头说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魏晋好像看不起你 或者说 最不看好你 正在默默收拾小书香的 李宝平大怒 还有这种事情 撅着屁股趴在地上 缓缓点燃柴火堆后 陈平安蹲着准备煮饭 看不起我 跟他是不是好人 有什么关系啊 李怀一脸震惊 陈平安 你咋想的 看不起我的人 还能是很好的好人 肯定是没那么好的好人呢 陈平安 有条不紊的忙碌起来 他自顾自的说 魏晋那么厉害的人 还被称为陆地见仙 可是跟我们说话的时候 还是和和气气 愿意跟我们这些孩子 摆事实讲道理 你以为所有山上的仙人 都是这样吗 不是的 我在离开小镇之前 就遇到过杀人 只看自己心情 只讲自己道理的神仙 而且还不止一个 少年轻描淡写 说着那些杀妻四伏的往事 也不愿多说 继续说 要想让人看得起 得靠自己 装剑活做得好 烧瓷拉坯拉得好 进山砍柴烧炭 你力气最大 巷子与巷子之间 为了争水打架 不怕挨揍 敢冲在前边 自然而然 就会让人看得起 陈平安看了眼他们 这是在我们家乡 以后到了宝平 到了大隋书院 如果读书人很厉害 还有零手艺 年纪不大 就成了练气室 当然能够让人看得起 你李怀 等年纪大点再说 现在不用着急 李怀一听见了 陈平安 你不着急 可我着急 那每天早上跟我一起走庄练拳 你起得来 我当然起不来 那教你建卢立庄 学那个做什么 我年纪还小呢 现在知道自己年纪小了 那你一开始跟我急什么 李怀目瞪口呆 想了半天 还是没有答案 最后在大伙一起围坐吃饭的时候 李怀加了块烟菜 一大口饭下肚之后 他问 哎你们说 这世上就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法门啊 比如今天练了 明天就能变成神仙的本事 阿良说是没有 早知道微信走之前 我该问问他有没有 万一阿良没有他有呢 那我就发达了呀 这次去大随求学 我就踩在一把飞剑上头 酥酥酥来来回回的 比陈平安走庄还快 疯一样 你们就跟在我屁股后头吃灰吧 李宝平板着脸问 谁吃灰 李怀咽了口口水 望向林手艺 然后默默转头望向陈平安 最后李怀有些伤心 突然灵光乍现 他赶紧从地上捡起那只彩灰木偶 踏迟 他如你可是我手底下的假字号大将 没办法 个子最大 最漂亮好看 还是资历最老的功勋 随我李怀征战四方的日子最长嘛 之后那五个脏兮兮的小泥人 就只能排到 以丙丁无极 林手艺小问 那夹在那本断水大牙书里的小东西呢 他们 我不太喜欢 李宝平一语道破天机 是因为你不喜欢读书吧 所以不乐意看到他们 因为 需要你先翻开书页 李怀一脸你说什么 我没听清楚的表情 陈平安抬头看了眼远处那座略高的三只山 他问 过了三只山 到了城镇的集市 你们想要买什么吗 李宝平却悦道 小师叔 我想买一些杂书 先生说 儒家之外的柱子百家 都各有各自的经典 不妨多看看 先生说过 他山之石 可以公寓 陈平安 如果可以的话 我想买一副棋 最便宜的就可以 李怀 你呢 够我钱 不买东西行不行 我想攒下来 我娘亲交过我 兜里有钱 万事不慌 陈平安反问 你觉得呢 李怀黑黑一笑 我这不是心怀侥幸吗 万一你陈平安良印发现呢 陈平安 呵呵一笑 李怀顿时笑脸僵硬 赶紧转移话题 那老道士 不是要我们只要天黑了 就不要走三只山吗 林守一摇头说 我跟陈平安 还有阴神前辈商量过了 如果我们夜间赶路 那厉鬼出来伤人 就将其镇压 一开始阴神前辈 会袖手旁观 先让我出手 尝试着以俘虏和雷法退敌 主要是让我历练一二 如果厉鬼躲着不出来就算了 我们继续赶路就是 去吧 dunno 如正gin 未经许 drew 你 永远